这可是三十楼啊 亮子立刻飞奔过去 好在两人都抓住了墙边 并没有掉下去 但一边是养他三十几年的亲妈 另一边是马上叫结婚的女友 这该先救谁好啊 想不到这么狗血的世纪难题 竟然落在了亮子头上 原来就在昨天啊 亮子刚准备带女友见家长 为了彰显隆重些 悄悄还特地跑去买果篮 谁知路上碰见一个大妈 买着个下棋的大爷就一顿吗 这过棋能吃是能喝呀 哎呀 你以为你下棋就不得了 说话这么难听 人家大爷招你惹你了 悄悄看不下去了 直接怼着大妈一顿批 惹得人家说她多管闲事 是这事本来不该我管 但我觉得您岁数这么大了 您总得管住您自己的嘴巴 悄悄说爽了直接开溜 结果来到亮子家后彻底啥言 搞半天那个泼妇大妈 是她的未婆婆呀 两人尴尬的 脚趾都能抠出一栋别墅 可没办法呀 为了破冰 悄悄拿出爸妈准备的礼盒讨好 结果隔天 大妈就拿着礼盒要卖掉 那缺陷的老亲家就在您跟前呢 悄悄爸刚要为自己证明 没想到这亲家不仅贪小便宜 嘴皮子还不着人 贼男相处 气得他直接回家 喊悄悄和那狗俩子分手 大妈毫不知情 儿媳妇都快没了 还在嘚瑟的数钱 结果却听到儿子说 和您吵架那老头 是悄悄的爸 大妈直接傻言 这么有钱的儿媳妇不能丢啊 于是才爬上天台 用跳楼威胁小两口和好 万万没想到 稀坐过头 带着儿媳妇一起下去了 情况紧急 虽然不知道先救谁 但也不能干看着他们出事 梁子随便找了根管子 想着一起把两人拉上来 还是够不着啊 就喊旁边的人过来帮忙 抱着大腿 把他往下放 这才看到点希望 终于抓住了 梁子也发挥超强的臂力 愣是这么把他们给拽上来 可刚要松口气 糟糕 梁子一个重心不稳 直接从三十楼掉了下去 给亲妈都吓晕了 得亏梁子扶大命当 脚上缠了根麻绳 再马上砸向地面时停住 掉在了半空中 大男不死 没有后福 这个实际难题啊 又甩在了梁子面前 如果今天没有那根铁柜 你是先救我 还是先救你妈 可把梁子男的直钻手 怎么女人都爱问这种送命题啊 当然先救你妈了 媳妇可不得再找 但亲妈只有一个 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 梁子惊喜的不行 抓得她的手狂倾 捡到宝了呀这事 不过话说回来 要换作是你 亲妈